很健康, 快點抓我這個吧 我感覺到那種藝術的意義 整圖藝, 很自主 今天只做一件事, 今晚7時半 鼻敏感, 哮喘和濕疹 是香港常見的過敏症狀 不過如果只是避開自敏原 是治標不治本 近年多了人做脫敏治療 究竟治療是怎樣做? 又有沒有風險呢? 經常說年紀大, 骨頭脆 長者因為容易有骨質疏鬆 所以輕輕跌一跌 或者日常一些簡單的動作 都有機會骨折, 引發其他健康問題 做甚麼能預防骨質疏鬆? 香港人多, 車多 快點 潮濕天氣或轉季 總是困擾著一群過敏的人 因為可能我們搬來這個環境住 可能這兩年, 鼻敏感就發作了 就挺嚴重 鼻敏感都塞不了鼻水 很癢 皮膚自過濕疹的話 都會經常天氣轉 尤其是天氣轉的時候 會很癢 就像是一般般的 而每逢外出食物 食物過敏的人要特別留神 就好像正是讀大學的Alvin一樣 蝦原來是很敏感的 對膽也有敏感 可能是整身會癢 可能是出了少許紅疹 烟過是最嚴重的 最嚴重是去到那個情況是幼黑的 有時擔心過會不會是過不過這關的 是魚肉燒賣 是不是 沒有蝦的 那要一份吧 謝謝 和敏的經歷嚇了他 所以他再三問清楚成份 才放心去吃 我的朋友都很疏我 例如打火鍋 打火鍋一定會拌在一起煮 我們可能會先談好 先錄了我才能吃的東西 錄完之後就到他們自己錄 和有些人喝奶或咖啡之後會手震 肚痛這些不耐受的體質反應不同 和敏是人體受到基因 和環境影響之下 對某些致敏原產生氣喘 出風難 血壓低 甚至是幼黑等免疫反應 半港公立醫院接收嚴重食物 過敏的個案裡 蝦是最普遍的致敏原原胸 有食物過敏和烤串的Alvin 做過很多種過敏測試 希望確實找出自己對甚麼致敏 這一天Alvin做的是牛奶、小麥、大豆、蝦 等多種致敏原的平次測試 好,好,趁緊一點 我們會放一些致敏原在你的手臂上 然後放完之後 我們最主要最重要的就是有一個刺針 是一個小小的針仔 在你的皮膚上面 好像剁開一個小小的洞 讓那些致敏原可以滲入皮膚那裡 假如你真的有一個過敏反應的話 就會出現一個好像蚊爛的反應 譬如是塵滿花生、牛奶、果仁 其實都可以測試到 等了十幾分鐘之後 Alvin的手臂某幾個部位 出現大大小小好像蚊爛的紅腫 如果紅腫直徑大過三毫米 就代表它對那種物質過敏 紅腫面積越大 代表身體對那種致敏原反應越大 抽血是另一種檢測過敏的方法 透過檢驗血裏面的免疫球蛋白水平 去瞭解身體對哪一種物質過敏 疲遲測試因為不用抽血 所以是坊間主流檢測過敏的方法 不過檢測的項目不是越多越好的 因為有機會出現假陽性 可能有幾次你都可以發覺 自己吃完之後都會有一些過敏的反應 可能是兩個小時內 即一些比較急性的反應 其實就很建議可以來做一下這些測試 去確認自己的狀態 就不要過分去依賴 例如你本身吃得的那樣東西 但是平時測試陽性 你就立刻去避開它 我覺得這個相對地是沒有必要的 我養蒼蒼蒼蒼蒼蒼 bind 24岁的黄小姐很喜欢小动物 但是身体不爽气 我小时候鼻蚊感 然后就越来越严重 鼻蚊感最严重的就是引发致鼻痘炎 鼻痘炎的时候鼻涕很稠 然后有机会会头痛 或者经常会飙眼水 去到污染和多层的地方 鼻蚊感更加容易发作 她也做过皮脂检测 发现是对沉满过敏 尴尬就是因为我有严重的鼻痘炎 鼻涕很稠就会伸的时候就会很大声 可能会吓唬周边的人 有时就可能会躲在厕所身干净才出回来 尋满无处不在 即使平时很努力地换枕头套和皮单 她认为都是治标不治本 一年前她选做脱敏治疗 所谓的治疗其实是透过皮下注射 和利底服用相关沉满致敏源 标准疗程是三年 脱敏针最主要打进去是治疗源 令到我们身体产生的信号 增加了所谓的控制型的T磷巴细胞 令到那些就控制了身体其他的 好像一个乐队那样 令到身体那些失调的免疫反应 比较控制好一点 在一个至两个月之内 加到一个比较高的剂量 食物过敏都可以做脱敏的 原理相同 不过食物主要是透过腸胃吸收 所以脱敏的方法主要是做口服喷剂 或者是将致敏源滴在里底 无论是什么方法 每次疗程之后 病人都要停留最少半个小时做观察 打下去是一些致敏源来的 它引起一些局部红肿的反应 再严重一点 我们看到打完针它可以出风难 因为我们打针的位置 那些致敏源就跟着血液循环 就会去了伸在其他地方 所以我们说脱敏这些概念 都是用一些它身体相关的致敏源 但我们有一个很受控的情况 受控的剂量又逐少慢慢搜寻给它 所以你给脱敏其实不是没有风险 而且一定是在医生监察之下做的 实诊、鼻敏感等过敏症状 今年似乎是越来越普遍 为什么呢 免疫系统成熟 都是某些跟外界接触的致敏源的程度 还有频率会有些关系 城市越西化或者多些 我们比如说很干净 或者用很多疫苗 少很多早期 头那两三岁 少很多所谓的正常伤风感冒 那反而那对面系统 它就会产生一些所谓 不太平衡 日常生活很难完全跟致敏源隔绝 那我们应该怎样跟它们共存呢 在北欧有些研究体 它们比较喜欢狗 研究发觉整体来说 它越早期一出生 接触得比较稳定 比较多反而是好事 如果你说来不久才接触一次 或者可能到达大一点才接触 可能比较敏感反而多一点 避得就避 是以往应对过敏的做法 医学界近年正是研究改成 一个相对被动的处理方法 利用它们的血清养本 测试出大腐虾中11种 和虾敏感相关的致敏源 着力检验食物里的致敏源 和病人细胞功能 目标是更精准 找出更多过往忽略 或者未知的致敏源 令患者可以对症下药 其实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鱼的过问 因为我想可能有些人会误会了海鲜 就是鱼和虾蟹都是同一类型的东西 有一个准确的测试 除了要告诉你是否之外 也都可以给到一个资讯就是 我吃多少才有问题 所谓精准的诊断 病人本身每一个人对于哪些物质敏感 就对我们做的所谓跟进的脱蚊治疗 就有很大的关系 对患者来说 而到找回人生乐趣 要根据测试的结果 原来背壳类可以试一下 就是肿的程度没有以前小时候 可能是一只猪那么大 就是那么肿 但现在很少 不如试一下 那就可以试一下 不同的味道 MBA每周精选 达拉斯独行俠对撒克拉门托帝王 星期六早上 99台表TV现场直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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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了 返营屋外卖自取全单半价 叫指定餐单100元就有了 又是无花架,开申讯上程式下单吧 返营屋轟道、态道、尾道 遇到任何痛症 都会经历一个过程 被痛楚之傲 直到痛楚消散 而当痛症消除的一刻 在这一刻 你会发现 没有被痛症阻碍的生活 是这么值得珍惜 即使你在经历不同痛症 必离痛 为你解除各种痛症 生活由此释放 我的儿子要怎么办? 三十五岁了 还不搬出去住 又要我煮东西吃 又要洗衣服 陳太太 不如你试一下做一罐热煮 张太太 你知不知道我妈去哪儿了? 她 被离开了 新法例下,食肆的堂食 不再提供任何即棄膠餐具 外賣都不提供這些餐具了 零售商不再提供九種即棄膠產品 和即棄膠餐具 酒店亦不再免費提供即棄塑膠洗售用品 和膠瓶裝水 管制即棄塑膠新法例 第一階段管制 在2024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開始實施 到底賽駱駝可以有多刺激 廣速跑的駱駝 我看見你跑了 我也不跑了 會跳舞的鯊魚 有機會可以跟鯊魚共舞 去玩吧,小心被鯊魚吃了 步一步走,你就會慢慢欣賞到水族館 漫遊海陸空,再在太空站出動 人類未來的第一章 由外太空出發 這是希望號 穿越阿拉伯 星期六晚8點,表 TV 記得我疫症期間 比現在四公斤肥皂胃 四公斤肥皂胃 肥皂胃不是一個病 但究竟我們今天想談到甚麼病 飲食失調的人 基本上都是注意兩個範疇 一個就是飲食 另一是身形及體重 通常熬得多,肝火相對會黃 其實你的身體還不錯 辟味較虛弱的人會較容易辟肥 與你平常吃的有關 能吃的也不能吃 到地極品解茶特約 我想身體健康 星期一晚8時半 全食物都是配菜 究竟有多少人會吃這道菜 看到很多道菜 這裡不只有我們吃,對吧 不,只有我們吃 這裡是規矩當飯吃 猶太教,如果不能吃 我答對嗎 正確 他們正在檢查菜和米 平時真的會這樣吃 對,檢查到每一天、每頓飯 每頓飯之前 女節目向世界找食 今晚11時,ViuTV 經常說年紀大,骨頭脆 長者因為容易有骨質疏鬆 所以輕輕跌跌 或是日常一些簡單的動作 亦有機會骨折 引申其他健康問題 有事先來後悔就太遲了 今集我們請來中大醫學院 矯營外科及創傷學 專業應用禮任教授羅相衛 說一下如何預防骨質疏鬆 羅教授你好 你好 其實長者一般來說 哪個部位比較容易骨折 長者我們稱為三個部位較容易骨折 分三個年齡層 第一個是60歲 最常見60歲的長者骨折就是手腕骨折 跌一跌就手向前叉 叉了落地就會跌 令到手腕骨折 下一個年齡層大約70歲 就是脊椎骨折 譬如長者跌一跌 屁股跌落地 屁股跌落地 那些壓力就落到腰椎 或者頸椎 胸椎上面 就造成脊椎骨折 第三個年齡層 就80歲以上 那個骨折就是寬骨骨折 這個骨折就是 我們中國人經常說的 麒麟鞠 就是全身身體裏面 最大一個關節 那個寬關節骨折 通常是80歲 或者80歲以後的骨折 寬關節也有很多部位 通常哪個部位比較容易骨折 寬關節 我們身體有一個很大的骨折 一就是骨骨頸 即是骨骨頸的骨折 骨骨頸骨折 就是寬關節的波波 和柱那裡 剛剛那個位置跌斷 另外一個 我們叫轉子間骨折 轉子間較為低一點 這兩個是常見 我們的長者骨折 那個寬骨折的位置 聽你這樣說 其實跌的受傷部位 和跌的反應 其實有很大的關聯 是的 譬如我們說寬關節 他的長者跌 因為年紀大 他的反應能力是慢 他一跌 有時我們的形容 好像滾地糊塗 一跌 譬如整個身體跌 完全沒有任何保護機制 他的寬關節撞到地下 然後就會跌斷骨 最常見就是80歲以後 有寬關節 這個關節是身體最大的關節 和負重的關節 跌斷骨 即是典型的 他立刻站不到起床 只是走都走不到 是否跌傷這個位 其實手尾很長 是的 因為長者寬關節跌斷了的話 其實 因為他是身體負重的關節 他差不多一定要做手術 做完手術之後 長者都會有一個很漫長的康復的過程 因為他的身體 很多時候他有其他疾病 他就要重新學過走路 還有做手術的時候 或者等做手術的時候 就會有機會有很多併發症出現 所以他的手尾都長的 而且因為他年紀大 還有這些長者骨折 他受了傷之後 他之前的功能都跌了一大月 譬如我們舉個例子 譬如他之前受傷前用視的行路 他受完傷之後 就算做完手術之後 他都未必用回之前的功能 他可能是之前用視的 甚至原重了之後 他就要坐輪椅 才可以做完先的功能 是否某一些時間 即是寬關節骨折 是有出現一個高峰期 高峰期都是這樣的 很典型就是冬天的時候 因為冬天的時候 平時少出汗 長者晚上去洗手術的時候 就想著自己可以搞定 誰知道就在家裡下跌 也有典型在家裡下跌 我們經常說到骨質疏鬆 很多時候就說補鈣 其實這個概念是否正確呢 我們說骨質疏鬆 其實長者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骨質疏鬆 他有骨折 我們中文叫做催性骨折 其實很多時候有個概念 我補回一些鈣 但其實骨質疏鬆 骨質密度 其實最重要是 由年輕的時候 開始操作骨質密度 我們說的預防 其實是由他年輕開始 因為我們一個人 骨質密度的高峰期是30歲 他30歲之前 要多做一些負重的運動 從而骨質密度可以保持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稱為高峰期的骨質密度 低 他年紀越來越大 尤其是婦女 到了更年期的時候 骨質密度會跌得很厲害 就會跌到一個 變成骨質疏鬆的情況 骨質疏鬆也會影響骨強度 所以他一些簡單的跌 我們稱為低創傷的受傷 都很容易變成骨質 飲食上是否可以調節 去幫助骨質密度 比較高一點 我們飲食上 我們都提議病人 多吸收鈣 如果根據一些世界衛生的標準 例如每一個人要1000mg的鈣 但是這樣說 病人很難明白 其實最主要就是 我們都提議每天喝兩份量的奶類飲品 或者是一些豆漿 豆奶 或者是高渣的豆奶 已經足夠了 再加上高的深色的蔬菜 已經每天都可以吸收足夠的鈣 因為骨質除了鈣 維他命D也重要 但是維他命D 就是靠陽光吸收的 我們身體的皮膚做了維他命D 一般來說 大約每天三十分鐘 大約太陽已經很足夠 多少時候要開始留意自己的骨質密度 我們婦女來說 我們就提議 經期停了兩年 就要開始考慮做一個骨質疏鬆的 篩查和做一個檢查 因為經期停了 婦女停經之後那兩年 他的骨質密度就跌得最快 因為他身體的荷爾蒙有改變 就要做一個簡單的檢查 以及一個篩查的檢查 我們有時未必知道自己的骨質密度 是不是有些篩查可以做呢 可以預先去預防骨質疏鬆 是的 我們可以做一個雙能量的X光檢查 這是一個簡單的檢查 大約15分鐘就可以做完 以及輻射都很低 就像這個圖一樣看到 我們看到他會出了一個報告出來 譬如這個圖 有一個長者做一個雙能量的X光 吸收的檢查儀 你看到他出了一個報告出來 上面綠色就是正常的 如果他的數值 黃色就是骨質密度低 紅色就是骨質疏鬆 你看到有兩點 這個長者就是他的骨質密度的變化 因為他第一點低一點的那點 就是他第一次診斷了骨質疏鬆 然後給了藥之後 他的骨質密度就向上升 另外除了腰骨之外 我們這個雙能量X光吸收測量儀 都會做到寬關節 像這幅圖一樣 長者的寬關節骨質密度都是低的 這些就是在紅色區裏面的兩點 證明他是有骨質疏鬆 那就需要一個藥物的治療 即是做過程其實好像普通照X光一樣 是的 他進入那部機器裏面 然後大約15分鐘左右 機器一轉過 好像照X光一樣 很快的 一個無創的檢測 是否有些方法都可以自我評估一下 自己的骨質密度 是的 有一些簡單的問卷可以做到評估 包括看下腹女有沒有吃煙 飲酒那些習慣 有些問卷 但是另外再簡單一點 就是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計算 就是那個年齡減的體重 如果是大於20的話 那就是說那些數據都做過了 有60%他會有骨質疏鬆 那這些就非常之提議 他要做剛才的那個雙能力X光檢查 現在市面上都有一些護具 就可以幫助一些長者 即是大了之後 可能跌倒的時候 幫一幫忙 即是那個寬關節創傷性沒有那麼大 其實是否有些研究都做過 其實那個成效又是怎樣 因為那些叫做寬關節的保護器 那時候我們部門都做過一些研究 問題就是 因為他戴那個保護器 都不是簡單的 因爲他在內褲裏面塞進去 好像打一個 你的想法好像一個 球員上打球的那些保護器 那麽第一 就不方便 第二 尤其是香港的天氣 夏天又為甚 又濕又熱 他們的接受程度不是太高 不是太高 所以很多時候 到了中途他都放棄 而且尤其是高危的長者 都要他的照顧者幫他帶 那帶的時候 亦都需要花特別多些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暫時見到那個成效都不是太高 那麽所以都是應該和那個防跌 和自理那個骨質疏鬆那裏落實著手 防止這個長者的寬關節 如果萬一就是發現自己那個骨質密度 即是有比較低 或者是真的證實了是有骨質疏鬆 其實可以怎樣醫治的呢 如果真的骨質密度很低那些 其實都是要藥物治療 再配以剛才說的那些食物 再加上適量的運動 因爲骨質疏鬆除了骨有影響之后 我們最近的研究都是骨質疏鬆 和小肌症 即是肌肉小 都是一齊的兩個病 所以之後都要做適量的運動 強化肌肉 目標就很清晰的 我們和長者都是這樣說的 我們不只是看數據 看數據都是一個數字而已 我們最主要就是要避免它跌斷骨 因爲跌斷骨 剛才大家都和我們都說了 手尾真的很長 甚至在治療程序之中 都會有些死亡率的情況出現 多謝羅教授的詳盡講解 我們今集節目時間又夠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下星期恒臨在善 下星期恒臨在善